姑娘 姑娘啊 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那面给你求婚 那也太浪漫了 爸也为这事高兴啊 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庆去 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 行行行行 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 就俩字盘他 好了 你早点回来 好嘞 哎呀 8号楼 8号楼 7单元 周思雨你个臭小子 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 那好好的工作咋 咋让人开除了呢 你别管我叫爸 我没有你这个爸 你还答应是不 你管我在哪呢 我给你找王总求情们 你挂了吧 不用你管 哎呀 这是我亲家来了 来了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是王总吗 对我是 那你往后退一步 怎么了 对不起 哎呀 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我早就该来呀 不是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样 让你费心了 没事没事 快来坐 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这两天啊 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 来一波人送一波 都没定放了 哎呀 哎呀 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啊 啊 都送 那我来得匆忙 我也没带啥 我 给你拿瓶葡萄糖 你家有真的 不行给你挂上啊 哎呦 老哥 你这心意我领了 行不行我收下了 哎呀 真的开玩笑 来坐坐坐坐 哎呀 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你看出来的是不 我就喜欢实在人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 嗯 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是吗 头两天我去公园玩 见着个老头 就看我面相好 说我实在 给我请他人家喝酒去了 喝完酒不让走 让我住两天 结果我住俩月 后来他家报警了我才走 这你住俩月才报警 那人也挺实在啊 老哥您可是真逗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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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王主 你相信缘分不 我相信他 我也相信缘分 我也相信缘分 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 面黄的 没敢认 像谁呀 像我二姨 王主你别生气啊 你跟我二姨连一样 都四方大脸的 我二姨演好 从小给我拉扯大的 对我有恩 但是我二姨没有福 走得早 我现在想啊 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 她又能答应一声 那该多好啊 二姨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 老哥重感情啊 进入半天了 咋没看什么弟妹呢 忙我啥呢 老哥你弟妹呢 已经没好多年了 进来我就发现了 我没好意思确定 那到这时候我还差个礼节 我补上 啥礼节呀 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老弟你有香吗 我给弟妹擦上 哥呀 这是蒙娜丽莎 弟妹姓梦啊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 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 看我这脑袋呀 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不是 啥都行了 我拿到拉啥 不是你弟妹 蒙娜沙发 啥啥挺好吗 老弟呀 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吧 对 让你操心了 不操心 还挺好 怎么说呢 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啊 全公司都沸腾了 那都站起来鼓掌啊 就是看到这些礼物没 都是公司人送的 高兴 我儿子 爷爷爷就那样了吗 不是 你儿爷爷爷不好的话 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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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跟你姑娘 还扯上了 不是 啥叫扯上 人俩是出对象的 出对象的 不是 我问一下 我儿子 叫啥名 你知道不 靠我呀 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 对不对 对 我儿子叫曹同瑞啊 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咱俩不是会庆家吗 你咋的了老曹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 你庆家咱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 你公司的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对 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这小子矿工 当公司不少损失呢 当多少钱呢 七十多万呗 哦 好嘞嘞 我先 我可能有一百二 先垫个首付行不 好嘞嘞 我慢慢啪啪啪还 你给个面子 老哥 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林 同学当该院 光废长大的小孩 人挺好 小孩挺好 为啥得开除了 你给我个面子 把他走回来得比不差这一个人 亲家 你要不是我亲家 咱啥也别说 要是亲家 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 那回来吧 行就给你打电话 你赶紧上班吧 好嘞 哎呀来人了 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 哎呀 哎呀来来来 爸我们回来了 小曹 王叔好 哎呀你爸来了 不可能啊 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的堵车了 那不对啊 你爸哎哎 老曹 老曹 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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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儿来了 哈哈哈哈 是问你爸吗 他是谁啊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 你过来 我跟你说实话啊 这孩子 他不可能认识我 从小我也 没照顾着他 他妈也 现在也不是我媳妇 我明白了 明白啥了 你是他生父 对不对 不是 哥呀 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不是啥呀 我没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 你交给我办了 好不好 那个 哎你听我说 小曹 哎说 抱他 啊 抱他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抱 不用 快 你不用了 等一下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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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孩子 父子的那种抱 父子 哎 我是急他呀 那个 他是父 他是父 哎呀哎呀哎呀 上来了 你干啥呀 来来来坐坐 你先坐一下先坐 来老哥老哥哎呀 老弟你看你小周的电话 你赶紧打了 你先别着急啊 姑娘 爸 这是你老公公 叔叔好 嘿嘿 叫什么叔叔叫爸 爸 叔啊 啊 他到底是谁啊 你这样啊 小曹啊 叔呢 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 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 他因为种种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 他因为种种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 当这个孩子长大了 听说要结婚了 这个父亲 千里迢迢 就来看这个孩子 多么伟大的父爱 小曹啊 爸 哎哎哎哎 孩子你起来 孩子你 起来 你这么多年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家呆着呢 我一直感觉 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 你看咱俩长得多像 看他们看的 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你长得可能像你妈了 爸 叔叔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我是你亲生的爸 咱俩也不像啊 你你也随你妈啊 你咱俩也不像啊 我能求你个事不 你说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 你跟你叔叔一下 想打电话给小周 小周 想上班吧 王叔 啊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 让他回来上班 小周 不是 老哥 小周的事我肯定跟你办 今天呢你也别走了 你俩父子刚认 我给你炒俩菜单喝点 我就不在这呆子了 我跟你说我在这呆子不方便尴尬 怎么能尴尬呢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 看着我不舒服 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他要敢说不认识你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王总是吧 啊 你是 我老曹 老曹 我来晚了 你认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你可 干啥呀 干干啥 啥情况啊这是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认不认识他 我 哎 我瞅有点面慌 那进来吧 老哥你说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来晚了 路上有点堵车 你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我不倒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我用你买礼物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 我能空手来吗 买啥了 你买的酸奶 酸奶行吗 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那葡萄糖比酸奶够的有精 人轻味 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呢 那我就来晚了 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跟我道什么歉呢 你得给他道歉 他谁啊我给他道歉呢 他是我爸 我是谁啊 你是我父亲 那怎么回事呢 这是咋的来啊 兄弟你来听我说 那孩子有病啊 兄弟你先消消气 我跟你说啊 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对啊 我是咋回事呢 找王总啊 研究孩子那个事来了 结果没养到 给他整生气 老哥我明白了 明白啥呢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吧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费心呢 怪我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不是你听我说 他叫岳父也正常 今天我看他劲劲的 把气儿杀我身上了是吧 兄弟你误会了 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 别跟他一样 别跟他一样 你坐你坐你坐你 你还是个人啦 你这人都不是 不是你啥意思啊 我啥意思啊 你来晚了 你现在说我 我愿意来晚了 我故意来晚了 我根本给我站半个小时 我才上来 我就气死你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 你想咋的你 你想咋的啊 女儿我不嫁了 你还不娶了你 你呸 停停停 还能听我说句话不啊 都消消气行不 你赶紧把小周的电话给打过去 他还等着上班呢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 你等我消消气 老哥 谁叫小周啊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 也不管啥原因 他就给开除了 我先跟他讲讲这个事 畜生 什么人渣 你现在过分了 我炒啊 我靠你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 你就给人开除了 哎 那是人吗 我就开了 你开了 好的你不留的 坏的你就留的 你是谁窝 我也气死你 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你说那小样 你是继夫 你是养夫 哎呀 你咋的啊 你咋的 停 停 停 能不能 消消气啊 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 我走了 我走完五分钟之后 你俩对一下 就明白咋回事了 老哥 你怕咋的老哥 老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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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叫好吗 周思雨 王总 对不起 我们就叫走 王总 等会儿 来 过来 过来 我捋一下啊 他是你儿子 对 你看个头不像吗 你这啥 他不本来玩了吗 这不是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不是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一进屋吧 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 我一看戏份都轰到那了 我也推错不过 都真不是歹意 我真是 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 王总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 他矿工了三天 我把他开除了 有什么不对的吗 那是有原因的 有什么原因哪 矿工三天 当公司七十万的收入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 别跟我在这胡说漫残 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给我走 怕 不是 老哥 我 你这是 我没事 没事 没事 我刚从医院跑出来 我心脏就是 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 在重症监护室 昏迷了三天三夜 我儿子一直在门口 守着我来的 王总啊 给我儿子一个机会 我保证 下回我就是死了 也不让我孩子当我一天工 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爸 别为难王总了 咱们走吧 回医院 等等等等会儿 这样 您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 把你爸的病啊 养好 照顾好你爸 我批准 你带薪休假 老哥 去给王总啊 快给王总看头 快来来来来 老哥 啥都不用说了 养好病 等你出院那天 我去接你 到咱家 炒俩菜 咱老哥俩啊 喝两粥 谢谢王总啊 谢谢王总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好 谢谢王总 爸 慢点 再见 王总 亲家 都误会了 我这 我这刚才冲你 发这么大火 我这挺不好意思 他脾气真挺大呀 你这是 那你 你还骂我畜生了 你 这是 来 也别说别的了 这样 这俩孩子的事啊 就这么定了 定了 咱出去 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好啊 喝两粥 喝两粥 走 走 走啊 杨杨 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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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们俩是站满了整个所有比赛的 复活赛 淘汰赛 然后半决赛 总决赛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坚信 既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就要努力加油 对得起这个舞台 走到这里我也敢肯定 我们确实做到了一期比七好 我们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周云鹏还很年轻 这个在成长的路上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此时此刻呢 还有一个成功的秘籍 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记住 可以上皮皮虾APP 看看大家对你作品的神评论 沈腾和很多起居人都在玩的 超流行 超好看的 爆笑社区皮皮虾APP 你下载了吗 下载了 下载了 来 我们有请实时排名第一的 郭阳 郭亮到舞台上来 来 我们接下来要公布 两组喜剧人 两场投票总分数的结果 开始 有什么感想没有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喜剧人 你像我参加两季了 我觉得我这12个作品 让我真的成长了许多 而且每一个喜剧人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想把作品做好 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欢乐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敬畏这个喜剧人的舞台 谢谢 好 再一次谢谢郭阳 郭亮